瞬间后悔生孩子的父母 婴儿和学部儿童在大多数时候都很可爱 但有些父母应该得到一枚奖章 因为他们可以忍受他们的小提示 提供一些令人不快的惊喜的方式 以下是一些可能对生孩子感到后悔的父母 专业的照片拍摄可以是记住出生奇迹的好方法 但是不知道刚出生的孩子会对成为第一次的模特有什么反应 以这位可怜的母亲为例 当她摆出危险的姿势靠近她的孩子的嘴时 她得到了更多的好处 我希望她那天已经吃过了 这些父母决定在一张感人的照片中 把他们宝贵的孩子加在中间 但他们的孩子显然有其他想法 在这个年龄段 当你必须要走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走 至少他们知道她有很好的目标 虽然2004年10月的一个早晨 吉娜·布朗正照常工作 当她决定去看看她最小的孩子 伊桑和艾米莉时 发现了一个完全混乱的场景 艾米莉拿着一罐花生酱 正在给她的弟弟涂上漂亮的金棕色 这段视频在网上流传开来 甚至还激发了一些婚姻作品 但这是吉娜不会忘记的一个早晨 在接到警察邻居的电话说 快来 我的孩子到处都是东西 妻子出去了后 一位妇女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 不过当她赶到时 她发现这些调皮的孩子们 刚刚创造了一个终极泡泡雨 这将教育他们的父亲 不要让他们自作主张 年轻的孩子们喜欢发挥创造力 他们会使用任何他们能得到的东西 来使他们的杰作成为现实 想象一下 当这个女孩的父母走进来 发现她把纸币剪成拼贴化时 他们脸上的惊恐表情 值得庆幸的是 这些是价值约14美元的100元纸币 但从这张照片来看 这个喜欢用剪刀的孩子 还是花了她父母300多美元 有一句名言 沉默是今 除非你有一个盘山学步的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 沉默是非常可疑的 当一位母亲意识到她两岁的孩子 在给她刚出生的弟弟妹妹喂奶时 一直很安静时 她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沿着一串油漆脚印进入客厅后 她发现她的女儿 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油漆 身后是打开的罐子 匆匆洗了个澡 可能就把她洗干净了 但她可怜的父母 却在地板上刮了几个星期的油漆 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特殊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的爱 像这样的感谢信 绝对是一个苦乐参半的发现 看到孩子们练习笔记总是很好 但是爸爸的汽车引擎盖 可能不是最好的地方 他们可能也画了圣诞老人 但我感觉这个小家伙 今年会被列入淘气名单 似乎孩子们会被任何 能够引起混乱的东西所吸引 这个小男孩的父母 一定不会再把一盆 Pseudo Crime放在一边 很明显 他把平板电视看作是 进行抽象艺术创作的完美画布 或者他只是不喜欢 正在播放的节目 无论如何 这都需要进行一些认真的清理 有时 最终被弄得一团糟的是 小家伙们自己 而这个女孩肯定需要的 不仅仅是一个快速的淋浴 我想这是给浴室进行必要的擦洗的一个借口 他们说孩子们花在户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也许这就是原因 作为一个全职的麻烦制造者 一定很累 这个小男孩变得如此疲惫 以至于他最后睡着了 并在行动中被抓住 看来大口喝下一整罐果酱的效果 与吃糖的效果正好相反 因为他看起来完全不在状态 不过你不能说他不甜 睡觉的果酱小偷可能仍然很可爱 但这个恐怖的场景 绝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你可以叫这个小家伙Pukasol 看来他在创作了这个令人反胃的艺术品后 完全被吓坏了 好吧 我现在不说了 不过这绝对是一张 在他的婚礼上要拿出来的照片 复仇有时是一个漫长的游戏 有很多东西 应该放在小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而电动踢须刀绝对是其中之一 2019年5月 一位母亲发现 他的儿子泰迪在踢完自己的头后乱跑 然后转向他的妹妹埃洛伊斯 后者对他新的胡乱的发型不以为然 这让他感到惊恐 最后泰迪的头不得不被完全踢光 但至少他会重新长出来 而且他们会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可以讲 孩子和动物有一种特殊的联系 但我不确定这个小男孩的父母 是否会相信狗要对他们的新墙面装饰负责 狗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而且看起来大部分的蓝色记号笔 最后都在他身上 他并不是唯一一只最终被变成艺术品的小狗 看看这只温顺的狗 当他的主人在他身上涂鸦时 他保持着完美的静止状态 他甚至还戴着一副蓝色的眼镜 看看这只达尔马提亚犬 他在多涂了点颜色后 显得格外神奇 一个孩子能搞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真是不可思议 而且在被当场抓获后 绝对无法否认他们的罪恶感 或者像这个女孩一样被抓成紫黑色的手 他一定是整晚都在为这个完全破坏的场景工作 但不知何故 他旁边的小床似乎大部分是干净的 总有一个混乱的兄弟姐妹 孩子们喜欢高估自己的能力 我敢打赌 当这个小女孩决定她已经够大了 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使用大厕所时 他没有想到贿赂的如此糟糕的局面 实际上他能把整个下半身塞进马桶里 这让人印象深刻 但那张脸肯定是在求救 至少这个训练马桶的失败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家里 不像这个小男孩 他决定在一个繁忙的商店中间拿这个马桶来试一试 每个人都喜欢时不时的假装纯净的工作室厨房是他们自己的 但这绝对是走得太远了 一个在劳食购物的人在听到一个孩子叫他爸爸并抬头看到这个后 得到了他们生命中的惊喜 事实证明 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哪怕一秒钟都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因为他们几乎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而且他父亲抬头的随意方式告诉我他以前也做过这种事 我敢打赌 坐叉车下来是完全值得的 我们很容易低估一个年轻孩子的头脑 一个狡猾的小女孩决定提醒他的母亲 他是多么的聪明 他在亚马逊上有点太激动了 六岁的凯特林受托为自己的生日订购芭比娃娃 但当一辆巨大的送货卡车出现时 他的妈妈很快意识到他的错误 价值350美元的玩具和游戏被卸下一箱又一箱 但他们都被迅速送回 这个年轻的骗子被正式禁足 随着年龄的增长 让孩子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是很重要的 但有时父母可能希望他们一开始就自己做 一位母亲要求他的两个女儿喂狗 结果发现厨房里出现了这种尴尬的场面 而家里的小猎犬也在不远处陷入了食物中毒 手足之情令人感动 但我不确定这个小女孩是否会对这次与他的小弟弟的合影 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他可能完全无动于衷 但我想知道在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后 他的笑容要过多久才会消失 这绝对是一张有趣的照片 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作为当时与现在来重建 没有什么东西能从小孩子的调皮手中逃脱 所以最好把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一位父亲在回到他的笔记本电脑时发现 所有的钥匙都被扯掉了 我想他很快就不会在家里工作了 另一个恐怖的孩子更进一步 决定用蜡笔重新装饰他们父母的MacBook 至少他现在是原始的 如果破坏笔记本电脑的行为还不够糟糕 那就来看看这个两岁的男孩 他设法在父母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撕碎了他们的1060美元现金 Ben和Jackie Belknap一直在为犹他大学足球队的计票攒钱 但装有现金的信封突然不见了 最终 他们在碎纸机中发现了被毁坏的美元 并联系了一个处理更换残缺钱财的办公室 他们现在承认 有一天这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婚礼故事 这张照片是在关键时刻拍摄的 因为iPhone在这个小男孩面前没有任何机会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回忆 这看起来有点像人质事件 我想知道 他的母亲需要讨价还价多少巧克力 才能让他慢慢离开厕所 一旦你为人父母 就该和你的隐私说再见了 无论你走到哪里 小家伙们都会跟着你 一位母亲分享了这张搞笑的照片 以证明他得到的独处时间有多少 他的孩子在他上完厕所后 从门外探出头来 不过你怎么能对那张脸生气呢 在某些情况下 年幼的孩子不断的噪音和持续的高能量水平 是不受欢迎的 而清晨绝对是其中之一 这位可怜的父亲被粗暴地叫醒 他的小儿子决定在床上站立 但他看起来仍然睡得很熟 这令人意想深刻 除了弄脏尿布之外 如果有一件事是婴儿花很多时间做的 那就是尖叫和哭闹 一位家长对这么小的人 所产生的纯粹的噪音水平感到非常震惊 他们决定购买一个分贝仪 其读数为109.7分贝 从某种角度来看 这笔摩托车 电动割草机和手锤的声音 还要大9.7分贝 最好答谢尔塞 在公共场合带孩子出来 会有一系列新的挑战 即使是最小的事情 也有可能出错 看看这个小女孩 当她在飞机上喝了一口 对她来说太大的水时 马上就后悔了 因为水泉倒在了她的脸上 她爸爸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但愿他们买了一套备用的衣服 征服晚餐时间 是父母的一项重大成就 但在餐厅吃饭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 试想一下 这个小女孩的母亲 会感到多么尴尬 她显然对自己的饭菜不感兴趣 更愿意倒立 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是行为艺术 因为她模仿自己 被抛弃的肌肉条 大多数不听话的孩子 可能会在某些时候 试图重新装饰房子 而这两个人显然决定 通过制造一些假雪 将寒冷的天气 带到室内 女孩们脸上的表情 肯定是内疚的 但我敢打赌 他们没有后悔 因为这实际上 看起来很有趣 不过 沙发填充物 并不是唯一 能够模仿冬季场景的 禁忌物品 原来爸爸的T恤泡沫 也可以提供一个伟大的时间 从这些脸的表情来看 不过清理起来 可能不那么有趣 好奇心是婴儿最大的缺点 这个婴儿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是直接走到 新铺的水泥路上 她母亲的反应 几乎概括了这一有趣的情况 但她也应该为她能走这么多步 而没有完全翻倒 而感到自豪 在没有持续监督的情况下 不知道孩子们会得到什么 2017年劳动节周末 一个5岁的孩子 在家庭野餐中造成了混乱 她被发现 带着一把刀在跑 由于她的母亲思维敏捷 武器被迅速没收 因此没有造成真正的损失 而意外的视频证据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 如果你不是父母 这张照片可能完全是噩梦的燃料 但如果你有一个年幼的孩子 这可能是你普通的星期六下午 至少这位可怜的父亲 可以在海里快速洗个澡 但这位妈妈就不一样了 她早上戴上太阳镜时 可能没有想到会有淋浴 正如你所看到的 为人父母可能很艰难 你以前有处理过类似的事情吗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 并一如既往地感谢您的观看